大家好 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最近當然一直在關注 我們美中台持續的一些關係的變化 當然這過程當中 以美論到現在還是一樣 持續在台灣許多的議題來做發酵 我們看到經濟學院所公布的一篇報導 裡面談到2023年全球大趨勢 裡面也提到了台海的 這些相關的一些關聯 當然提到了台海的這些秩序 正在崩解當中 當然意思就是提醒這裡 是有爆發戰爭或者區域衝突的一些可能 當然提醒大家必須要來做一些關注 我們看到美國也提到 他們把台灣有提到一個概念 都是他們希望變成區域應變的軍備局 簡單地說希望超額來提供這地方 就台灣一些防衛的一些物資 樂觀的人會說 對嘛 不要再懷疑美國了 美國對台灣還是非常看重 但有些人就會從另外一個角度說 哇 這是帶來危險 這不就是你準備了武器 就是感覺要打人家嗎 這樣子會不會反而是增加了區域衝突 成為導火線 這當然就各說各話 變成大家喜歡聽什麼 就撿什麼樣來聽 但這一個議題顯然 台灣是無法規避的 我們必須要來了解 其中對我們的一些影響 我們今天很開心邀請到的是 台大政治系的榮譽教授 我們明居勝博士 明老師來幫我們解析一下 明老師你好 主任宏林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老師 我想這個就是兩面刃 到底這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中共真的對台發生了 這個攻擊 那會產生什麼樣的一些問題 這些攻擊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可能像烏克蘭一樣 讓整個中共陷入泥澜 然後讓他反而沒辦法走出來 甚至大家認為提早 讓中共的政權產生崩解 這當然是大家不同的一些說法 美國不斷地再次強調台灣的重要性 老師你怎麼看待呢 為什麼美國不斷地表示 是台灣比烏克蘭還重要 接下來就提醒一件事情 我講說台灣比烏克蘭重要 我會去查一下 我大概光是公開講了 講了1年多了 因為從去年大概4月份 俄國在烏克蘭邊界不是演習嗎 大家就猜錯會不會打 當時我就慢慢想通這個道理 不過講到現在 當時大家都不相信嘛 我說從美國角度看起來 台灣比烏克蘭更加重要 大家都不相信 大家覺得 大家有一個印象就是 美國一直是重歐清亞 我說不是 這個現象 大概從2015年左右 美國已經慢慢轉過來了 也就是美國認為亞洲更加重要 這理由我們等一下再說 所以現在這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出來說這個話 就證實了這個 我1年多前的觀察 布林肯這是給的表面理由有兩個 我想你也注意到了 一個就是通過台灣海峽的貨櫃 有50個 其實他沒有講準確 因為我沒有看原文 我不知道是翻譯錯了 還是他原來講錯了 準確地說 應該這樣講 每一天或者每一年 通過台灣海峽的貨櫃 佔全世界貨櫃總運量的48% 很大啦 將近一半啦 這裡面當然包含上海 然後天津什麼在內 也包含日本 南韓 台灣自己跟別的國家 進出的這個貨櫃 所以第一 這是台灣重要的原因 第二就是大家反覆講了 這個台灣的半導體 晶片等等 這是布林肯說的原因 所以這都是表面的原因 我不是說這不重要 但是更重要是什麼 實質的原因 或許我們講過一件事情 我們說俄國打烏克蘭 然後中共威脅台灣 也就是烏克蘭跟台海地區 這些動作在國際主流國家看起來 你們在挑戰 在迫害國際秩序 也就是從歐美國家角度來看 普京的動作猶如當年的希特勒 而中共現在的動作 有點像當年的這個軍閥日本 所以如果現在不在這個歐洲不反擊俄國 在亞洲不嚇阻中共的話 他們會得勝進次 一旦得勝進次 破壞國際秩序 影響到大家的這個利益的時候 大家就必須起來對抗 那個時候就真的變成世界大戰了 所以今天這個去對抗俄國 保護烏克蘭 然後去對抗中共 嚇阻他這個侵略台灣 事實上是維持現狀 維持國際秩序 避免下次戰爭的爆發 布林肯講得很清楚 布林肯說援烏抗惡就是嚇阻中共 這就回應了我去年講的 犄角之勢的這個道理 所以台灣對這個美國跟中國 其實都有一定的重要性 我應該這樣講 都有很大的重要性 但是兩邊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但我把兩邊披開的話 我光看台灣的話 從國際關係學的角度來看 台灣恰恰好 就是我們在國際政治學院上 所做的熱點 什麼叫熱點呢 這個國家或地區它非常重要 有兩個以上的強國來介入 我們就說兩個好了 有兩個以上強國來介入 當一個強國從左邊介入的時候 就有另外一個強國一定從右邊介入 有一個強國從前面介入的時候 又有另外一個強國從後面介入 換句話說這兩個強國 介入這個地區的這個角度 是爭鋒相對的 也就是你這樣幹 我就那樣幹 你那樣幹 我就這樣幹 那也就是我絕對不讓你站上風 那這個叫熱點 台灣我一直講說就這麼一個熱點 你說很難受 這沒辦法 因為你的戰略位置跟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處境恰巧就把你擺在這裡 好了 那麼我們就往下講 為什麼說台灣對美國這麼重要呢 因為如果說美國在這個台灣這邊 你說跟中共對抗爭這個熱點 我突然失敗了 不管是我美國是有意也好 疏忽也好 或真的打仗打敗也好 那失敗了 也就是美國丟掉了台灣 然後中共拿了台灣 那這樣一來的話 下一步就是 美國因為離開台灣 他在亞洲的霸權跟威望大幅下滑 他可能被迫離開亞洲 他的力量要慢慢撤退 那你想想看 當美國力量從亞洲撤退的時候 亞洲會出現什麼情況 在國際政治上是不容許有太長久的 這個權力空間的 也就是一定會強過來填補 你覺得美國退出亞洲之後 誰會填補 中共對不對 所以中共會填補 也就是我們在亞洲 真的看見一個這個東升西降的局面 美國下降了 然後中共上升了 如果這個事情發生的話 各國就會紛紛轉向 現在很多親美的國家 到那個時候就疏遠美國 然後打上中國 所以我們就看見一個 很快的一個這個形勢的逆轉 這現象我們在什麼時候看過呢 我們在1971年 我們退出聯合國的時候看過 退出聯合國之前 我們有6...中華民國有66個邦交國 我們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又是安全理事會的這個常任理事國 1971年9月到10月 我們退出聯合國了 1年之內我們丟掉了一半的邦交國 丟掉了33個邦交國 你說是台灣小國 是 台灣是小國 但因為美國轉向 就這麼簡單 就是因為美國還沒有完全轉向 美國只是跟中共打交道而已 都還沒有跟台灣斷交 沒有廢約 也沒有撤軍 跟台灣還...跟中華民國 還保持一個正常的完整的邦交關係 而國際社會已經一面倒過去 所以這個案例就很清楚說明 如果那天發生了 就是美中在亞洲對抗 結果美國輸掉了 然後就把台灣丟給了中共 美國必須慢慢離開亞洲 當美國離開亞洲的時候 各國開始倒向中共 我們幾乎可以預測 第一個倒過去是南韓 最後一個倒過去的應該是日本 大概是這個順序 中間各國就前前後後 當美國離開亞洲的時候 美國在國際的霸權地位開始大幅滑落 我們過去講過美元是超發的 它全球濫發美元 然後到處收割 這我們都知道 也不是說它沒有責任 它有責任 但是大家為什麼還相信美元 那美元為什麼還能走強呢 因為它畢竟仍然是最大的經濟體 它仍然是最強的國家 大家相信它的國力 相信它的經濟實力 也相信它的國際影響力 所以我們相信美元 所以我們當然相信美元 但當如果美國在亞洲開始後退了 甚至離開了國際地位下滑的時候 美元的國際地位會下滑 當美元的國際地位下滑的時候 美元的國內地位也守不住的 因為這東西是聯動的 因為超發的貨幣會回來 大家就會拋美元 那也怎麼辦 所以當美元在國際上被拋售的時候 國內美元會下滑 國內美元下滑 美國才能崩潰 所以大家現在講到這裡 慢慢聽明白了 我們推演到最後就是 從美國看起來 它是不能丟到台灣的 然後美國官方還講過 最近大概拜登上台之後講過兩次 兩次都是正式的文書出來講的 好 他講什麼呢 他講說美國支持台灣這個進步的 第一 民主政體 第二 關鍵經濟體 第三 安全合作夥伴 所以從政治 經濟跟安全三個方面 美國肯定了台灣對它的這個重要性 關鍵經濟體就回到我們前面講的 半導體 晶片的部分 所以回過頭去 如果美國失去烏克蘭的話 美國會痛 會難看 但是不會死 但是美國丟到台灣的話 會痛 會難看 而且可能會死 這就是美國之所以講說 台灣比烏克蘭更加重要的 其實整個完整的原因 這個大概也很清楚 每次我覺得老師都一直在 針對疑美論 仇美論的部分 在節目當中不斷地分享 主要我覺得也是要讓他釐清 這不是要大家什麼 要去什麼填美或幹嘛 這是誇大其詞 結果我們本來就回到像 我覺得佑老師剛剛談到 政治 經濟跟國家安全的走向來講 台灣人冷靜來想 誰對我們最有利 還是會往美國的地方去 這你不用懷疑 你可能剛剛用美國的角度 或者說美國是為了 它的政治 經濟跟安全 難道台灣從政治 經濟跟安全 我們跟美國的關係 不是應該維持 事實上更為緊密的部分 但這個緊密部分 現在當然會有人從中捕風捉影 或見風插陣 有人說美國就是太過干預 台灣會造成台灣未來會增加問題 甚至會延伸許多的問題 這個部分是不是老師 您有什麼看法呢 這話聽起來有點奇怪 如果說離美國的原因 離中共近一點就比較安全 那請問是誰飛飛機過來嚇我們 誰一天當然講說要武力併吞我們 誰這樣講啊 回到你剛剛講的那段話 那據說台灣離美國越近就越危險 離美國越遠就越安全 然後美國這樣搞出兩岸事端出來 這些話的意思就是講 美國自己要去對抗中共 但是卻來拉攏台灣 使得台灣陷入險境 這第一層意思 第二層意思就是 台灣本來跟中共關係很好 可以跟中共好好來往的 不用捲入兩頭大象的這個爭鬥當中 也就是不必選邊 對不對 這是他們的話講的就是兩層意思 講這話要麼就是中了中共的 這個統戰的洗腦的毒 要麼就是沒有想清楚的問題 我們在國際政策上怎麼想的問題呢 也就是這個牽涉到說 台灣的國家戰略要如何設計的問題 要設計一個國家的這個國家戰略 尤其是小國家的國家戰略 必須要看懂當代的國際關係的主題 這個話我們過去講過了 那麼當代的國際 每一個時代的國際關係 都有不同的主題 譬如我們就講中國的歷史吧 在這個譬如說三國時代 當時的國際關係就是三國互相爭霸 然後看最後能夠打敗另外兩個 統一中國 南北朝鮮就看誰強誰弱 最後誰能征服對方 然後打敗這個對方 然後就統一中國 如果說是這個秦國的時候 這個戰國時代就七國相爭 然後如果說打到戰國的後期的時候 剩下大概50年左右 你看到秦國越來越強大 他開始兼併各國 這時候你是要去討好秦呢 還是你要對抗秦 那麼也就是你必須看懂 當代國際關係的主題 然後明白說你要幹什麼 過去我們這輩人都曉得 我們的上半輩子是美國跟蘇聯對抗 美蘇對抗了大概將近半個世紀 我們就活在美蘇對抗陰影當中 所以台灣在美蘇對抗中 要調適自己 好 蘇聯瓦解之後 美國獨強一段時間 這是我們覺得滿輕鬆的 等到大概這個2000幾年 美國跟中共發現說這個情況不對了 美國覺得說你中共暗中在傷害我 在削弱我 所以我必須驚醒 我慢慢要調整我的步伐 到了川普2017年才完全調整過來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做一個選編了 好 所以在國際關係上面 設計戰略的時候 第一 要看懂當代國際關係主題 也就是當時什麼情況 第二 看明這個主題之後 你就辨別敵友 怎麼樣辨別敵友呢 我是贊成現在的國際秩序呢 還是我要推翻現在的國際秩序 如果我贊成現在的國際秩序 我就努力去維護他 任何人來破壞他 我就打他 如果我是想要破壞這個國際秩序的 我就跟這個破壞秩序的人 站在想要去對抗他 所以就是辨別敵友 在看敵人的時候 那可能不止一個 你就要決定說 哪一個敵人對我威脅比較大 我暫時威脅比較大 哪一個暫時威脅比較小 我會排序 好 這第二點 第三點 當我選了 這個都想清楚之後 我就開始做選擇 就是選擇敵友 然後選擇排序 然後開始設計我的戰略 也就是譬如說我有兩個敵人 對最危險敵人 我要怎麼應付他 對不那麼危險敵人 我要怎麼應付他 這叫設計戰略 好 好 那麼不管是這個認清敵友 還是排序 還是設計戰略 大概一般國家考慮三大問題 第一問題就安全問題 我的國家安全最大威脅是什麼 我如何才能擴大我國家安全 第二就是價值觀 我是喜歡這個基督教 我喜歡長老教 我喜歡佛教 還有我喜歡伊斯蘭教 或者說我喜歡民族自由 還是我喜歡一黨專政 我喜歡奴役人民 還是我喜歡說這個開放社會 這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這是第二個選擇 第三個選擇是經貿利益 我跟誰做生意賺的錢最多 跟誰做生意利益最大什麼等等 所以一般來說 國家去排序的時候 通常是這三個標準 安全 價值觀 跟經貿利益 也就是配合前面那些 我們講說什麼敵友 排序等等 好 落實到今天 今天的局勢我們講過很多次了 今天局勢從至少2017年之後 很明確是美中對抗了 那麼美中對抗台灣選擇比較困難 為什麼比較困難呢 我們面對大陸我們發現 第一 經貿利益很大 我們很大比例的粗糙是從大陸來的 所以沒有了大陸的經貿夥伴 我們可能或有還會粗糙 但就少很多 這是第一個 所以經貿利益很大 第二 但是大陸的價值觀跟我們參與 它是一個極權政體 然後它是一個專制政府 對自己的老百姓非常壞 然後它對我們也是安全威脅 所以它有這個有一好有兩壞 好就是經貿利益很好 壞就是價值觀跟我們不一樣 然後安全是個威脅 那就是1比2 好 回頭另外選擇就在美國 美國是我們最大的安全保障 然後跟我們相同的價值觀 然後有經貿利益但小於大陸 所以它可以說是2.5 是 就是2.5比0 那邊是1比2 其實選擇是很簡單 但是大家就是因為經貿利益太大 所以大家現在在掙扎 當然我們回頭講一個最簡單的情況就是 如果這在大家對抗的時候 我們發現有一邊會有個國家 它的安全跟我是同樣一邊的 價值觀我們相同或相似的 經貿利益非常大 這很好選對不對 譬如說1950年到1979年的 台灣跟美國很好選 因為安全在這邊 然後價值觀在這邊 經貿利益在這邊 所以很容易選 南選在哪裡呢 1979年以後 1979之後美國出了一個糊塗總統 在卡特 我們已經講過多次了 跟中華民國斷交了 斷交之後我們覺得安全沒有保障了 可是如果你倒向這個中共的話 那不是更危險嗎 它是最大的安全威脅來源 所以你不可能擔任中共 那時候有人說我們是不是要倒向蘇聯 他說不行 蘇聯的價值觀跟我們 也很不一樣 所以也不能選蘇聯 所以選來選去 我們最後還是去親美 我再講一遍 1979年以前我們親美 1979年美國跟我們主動斷交之後 我們仍然親美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了半天 好像安全保障還得靠他 然後價值觀又跟他相同 然後這個經貿利益又跟他相同 所以我們還得選他 好 所以這樣就比較清楚了 好 現在到了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說我們 現在開始我們調整一下吧 我們來親中反美吧 親中共反美國吧 大家覺得說我們會更安全嗎 我們前面不是已經提到了嗎 你不是也講了嗎 所以很多人說現在台灣不必選邊 不可能不選邊了 美中開始對抗的時候 就逼你選邊了嘛 我們那時候就講了嘛 好 所以我們再問一次 就是這麼多年來 這幾十年來 台灣最大的安全威脅來自哪裡 來自中國共產黨 來自中共政權 那麼最近這幾年來 台灣最大安全威脅來自哪裡 來自中國共產黨 來自中國大陸 是誰飛飛機一天到晚來台灣 恐嚇台灣 然後軍事演習要兵成台灣的 是美國的飛機呢 還是中共的飛機 這些想清楚就很簡單了 所以結論就是 到了今天的局面 美中對抗了 台灣沒有不選邊的空間 那很多台灣的朋友們 不曉得是因為一下沒想清楚呢 還是被中共統戰 統了這個頭腦糊塗了 竟然會去選中共 如果剛剛已經講了嘛 你在安全 在價值觀 在經濟力上面 你這樣比一比 你就曉得說怎麼樣選最清楚 所以我們的排序呢 安全第一 價值觀第二 經貿利益第三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要被迫選邊 我們還是得選美國 那麼你說對中共就一定怎麼樣 不是 我們可以在 我們不必說跟中共 真的是吃牙咧嘴 但是你跟我吃牙咧嘴 這點我必須指出來 我們大家必須看見 所以台灣的朋友們必須想清楚 第一 我們必須選邊 第二 我們選邊的標準是什麼 我們得想清楚才不會選錯 是啊 這台灣面臨許多 這些問題因為扣上一個以美 懷疑以美國或仇美國之後 某些台灣本來該做的事情 就被扭曲 比方說兵役的問題 其實跟理性來談啊 台灣就算是沒有中國 這樣的一個威脅的獨裁國家的 這些政權對我們的一些影響 難道台灣不應該自我來防護嗎 你老是要靠誰來保護你 然後真的要保護你的美國 你又說不要靠他太近 他給我們的武器太多 太錯亂了 我搞不大懂 另外一個部分是大家一直最近很關心 因為大家說這個台積電 會不會被掏空啊什麼的問題 因為主要是大家覺得台積電 對台灣非常的重要 大家說是護國神山 所以同樣的有一個護國神山 現在名稱這麼響亮 但對台灣到底是服務貨 這個說法當然很多人 很滿覺得很有趣的一個事情 當然也非常的關注 那這不是請老師也可以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個問題台灣這幾個禮拜來吵得很兇嘛 因為從台積電 要到美國設廠消息公布之後 大家就熱烈討論 那我仔細看起來非常有趣 凡是跳出來談這個問題的 認為說台積電到美國去 是被掏空了的 所有講的話都不是搞半導體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 是 是 所有搞半導體的 甚至包括就是因為財經關係研究半導體 譬如說謝金河先生 所有這些專家們 不管專家也好 學者也好 凡是這個專業都說 台灣的半導體到美國 到日本 到歐洲設廠 是台灣力量的擴散跟輻射 沒有說是掏空的 說是掏空的 大部分都是非本行非專業的 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大家問的問題 核心就是說 台灣有了台積電 有了半導體這個所謂護國神山 到底是懷避其罪呢 還是說我們真的有了一個靠山 答過了就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半導體產業 是一個非常複雜 非常大的產業 大量說起來可以分成5塊 第一塊就是矽晶片製造 第二塊是IC製造 第三塊是光照 第四塊是封裝測試 在這4塊當中 台灣基本完整 基本完整 剩下第5塊在這比較上游的 叫IC設計 IC設計的前10大廠商裡面 全10大廠商裡面 美國佔6家 台灣佔4家 台灣大概有一半 換句話說半導體產業的5大塊裡面 台灣有4塊半是佔絕對優勢的 4塊半是絕對優勢 你說一個台積電跑出去 你覺得能有多大的影響 台積電只不過是4塊半當中的 IC製造當中的最大的一家 就是這樣子 好 大家還是有著擔心了 好 這第二點 台灣的這個 是一個小島 大家都很清楚 台灣很多東西是不生產的 也就是台灣本身的物資是相對匱乏的 所以台灣能夠有台積電 有光照 有熱光 有這些器品 這種這樣的公司 其實台灣的整個供應鏈 是鑲嵌在全世界 全球的供應鏈當中 台灣不是一家獨存的 也就是台灣最要做出 剛剛講說那4塊半東西裡面 有很多東西要靠外來 要靠外面買 買什麼 買零件 買半成品 然後買原料 然後甚至是買服務 這樣把這些拼起來 而台灣是恰巧好 有這些高科技人才 然後有這麼能幹的 願意賣乾的工程師 然後有這麼素質完整的勞工 還有一個幾十年下來 打造出來的產業鏈 就有這個東西 好 那麼台灣才做出這東西來 也就是說台灣固然是提供了 這麼全世界這麼多的晶片 但是台灣也跟全世界 買了這麼多東西 才能造這件事情 才能造出這個所謂的晶片 或者說打造出這麼的護國 產生出來 所以翻成白話就是 如果動到台灣的話 就衝擊全球經濟 就大陸這種地步 同樣大家看到 大陸這是疫情封控 也衝擊全球經濟 大家看見烏克蘭被打了 也某種程度衝擊全球經濟 也就是這些都是國際上 比較重要的提供的 提供貨物的 或提供服務的或是買家 他都或者買或者賣 一旦大到一定程度之後 他受到影響了 那全世界經濟就受到影響 台灣更不要說了 我們一句話說完 如果台灣真的現在 自己有什麼冬瓜豆腐的話 簡單說全球經濟 大概如雪崩般崩潰 就到這種地步 因為大家每天做東西的 製造東西的或是生活的 或打仗用的晶片 很大比例從台灣出來 美國商務部長反覆講 我們的高階晶片 有6層到8層 甚至高到9層是靠台灣做出來 所以對我們來說台灣極端重要 所以就回應了你前面問的 第一個問題 布林肯說台灣比烏克蘭重要 就在這裡嘛 你看烏克蘭被打成這樣子 對美國來說坦白說影響不大 但台灣不要說打成這樣 台灣只要有點風吹草動 那麼美國那邊受到影響的話 晶片一步過去或是說少一點點 美國經濟就受不了 打仗也受不了 所以我們講了半天就是一個意思 台灣永遠有這麼完整的 4塊半的這種供應鏈 對台灣來說是更加安全 而不是更加危險 他說那批復無罪 懷避期 大家想要拿 對 沒有錯 就因為人人都想拿 所以人人都不能拿 邏輯就是這 就我前面講的熱點的問題 現在講到這個晶片或講到半導體 台灣變成是多個國家的熱點 那你如果中共跟俄國 要來動台灣的話 那歐美的主流國家 全部會阻擋它 這就叫熱點 所以你不管從美中對抗來說 台灣是熱點 從全球經濟發展來說 台灣也是有熱點 對 那這樣說得很清楚了 所以台灣不只是一個 不只是護國神山 台灣有一座矽盾嘛 或者大陸用話來畫著叫做龜盾嘛 它用不同的詞 龜盾 那麼也就是台灣的這個晶片 或者半導體對全球經濟 跟軍事的重要性 達到這種地步 一旦出了問題 全球都要受傷 你說大家不會過來保衛台灣嗎 所以安全系統在這裡 那現在其實我們講的具體一點 我們這節目做了幾年了嘛 我們這幾年就看到 台海附近有很多軍事演習 我們最常看到要麼就在西太平 就是台灣的東邊 花蓮 宜蘭的外海 要麼就在台灣海峽 要麼就在南海 其實都在台灣的周邊 演習的科目呢 有什麼兩國的海軍演習 有四國的海軍演習 有11國的海軍演習 有26國的海軍演習 其實科目搞了半天 你說什麼海上救援 海上反恐等等 其實最核心有一個問題就是 萬一台灣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 我們這些國家怎麼辦 就是講這件事情 然後你也看到這一段時間來 英 美 法德這些國家 加拿大這些國家都針對台灣問題 跟中共表達過抗議 所以台灣的重要性 大家現在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了 如果台灣還有這些大小粉紅們 願意去重複中共的話 那只能說你們真的被洗腦洗得太慘了 真的跳出來 看看不同的資訊 好好想一想 把我們的問題想清楚 可能你後面的日子 會過來比較安穩一點 是 好 我想今天也很謝謝 明老師很清楚地在我們談到 讓我們對於以美這個仇美的部分 是到有一些 可以讓他更理解清楚的部分 我一直知道我們很多觀眾朋友 有時候在朋友之間或者在群組 你明明很清楚知道 他們在傳遞錯誤的資訊 當然有些不是故意的 有些是惡意的 但你總是覺得 畢竟不是每一個人口才 或者在這些分析的部分 有辦法把它講得那麼清楚 我至少所知道 很多的觀眾朋友會說 還好明老師常常 很有條列地寫這些東西 對他們來講 他們覺得不要跟這個親友來吵架 他只要偷偷地轉傳 政經最前線的影片 明老師的片段給他們 他就覺得這樣子 他只好心裡會安心一點 至少有個機會 讓大家多聽一些 不同的一些資訊 我知道改變人家的價值很難 我們自己也不容易被改變 不過我們也希望節目當中 做的是以理服人的部分 說真的你要謾罵我也會言 但我們不希望這樣子 我們還是希望 再透過這樣的一個辯證 是大家一個可以認同 可以接受的一個節目 然後今天就再次謝謝老師 每次都給我們體股灌領 提了那麼多好的一些分析跟見解 也希望你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幫我們轉傳 按讚 分享 也歡迎您留言給老師喔 謝謝 各位政經最前線的好朋友們 我是主持人張宏林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記得打開小鈴鐺 掌握最新節目通知 讓精彩評論不錯過 更歡迎留言 轉傳影片 大家好 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張宏林 感謝大家再次的收看 中國現在政策大轉變 但現在因為白紙革命之後 大家看來相繼各地在做解封 這次解封看起來又好像 根本就放任不管 這讓大家覺得非常的驚恐 我覺得台灣的朋友不要輕忽 甚至我應該說世界各地的朋友 都不要輕忽 我有點驚嚇 為什麼呢 大家如果再想起這個3年前的時候 當時也是開始接近 中國的農曆年前 新年中國農曆年前 當時中國蓋牌 不把這些事情資訊給揭露 放任的這些染病者四處去流竄 雖然現在中國民眾出國 也許較為不方便 但包含台灣也在談小三通等等 有許多開始對外接觸這些機會 會不會讓3年前這些所謂的疫情的風暴 在席捲全球 我覺得大家不能不輕忽 這個後清零時代的中國 所有的這些作為 可能都會影響到全世界 我們看到中國在開放的過程當中 在對清零政策的轉變當中又很怪 我們看到還是有些地方 還是緊縮 還是抓人 甚至不斷地花大錢來蓋這些方餐 到底中國在想什麼 習近平所領導的新的這些中共團隊 對於防疫的部分到底會如何來走 我覺得我們不得不來關注 因為不去關注 接著受害的可能就是我們 我們今天邀請到兩位老師 來到我們現場 首先是邀請到時事評論員 我們桑普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接著我們邀請到的是政大國關中心的資深研究員 我們宋國晨老師 主持人好 桑普律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我想一開始我們就請教一下桑普老師 中共剛剛提到了整個一個開放 瞬間這種太極端了 我覺得我都在想說他不會甩過 就說你們不是要開放 就開放啊 到時候你們不要又罵我們說什麼 我們又不開放 可是這個有一點任性式的 或者是不負責任式的 來立即的解決這些清零的一些目標 我覺得顯然有人很擔心 後續會研發的一些後果 所以這部分是不是請教這個桑普律師 就是接著有可能會怎麼樣走呢 對 有始到終大家有一個觀念 是中國的所有的那個防疫政策 基本上不是為了防疫 是為了控制 這一點要很清楚 現在是 一直來講是兩把刷子嘛 一個是封控 一個是監控 封控就把你固定在一個地方 方艙也好 家具也好 監控就是你的電子方面 數位極權主義的問題 他現在是把那個封的地方把它送掉 但是卻把那個監控的地方做到底 所以這個要很注意好 因為大家看得到這一次 他大幅度的新十條 要不再強調動態清零了 但記得他沒有廢除動態清零 重點在動態 不再清零 就是隨時可以再重新來緊縮整個措施 那地方政府也是不得已臨時控制 但是可以永久控制嗎 這個後面我們會談到方艙的問題 還有輕生的確診者不再集中隔離 一般場所不再掃碼等等 這些的措施呢 基本上做下來就把矛頭的民怨 導引給地方政府 就是永遠中央是對的 地方政府卻是承受很多的壓力 因為第一個他有產業鏈的問題 第二個是民怨要把他矛頭指向他 所以這個是從演呢 以前1958到62年的時候 大藥進的時代的那一幕 就是把所有的什麼九個指頭 七個指頭所有的錯誤就倒向地方 就把清零擴大化的責任導向地方好 這個是第一個 監控的那個地方呢 也看得到行程碼沒有了 但是健康碼還存在 他希望在2025年之前 打破以省為壁壘的這一個健康碼 建立全國性的健康碼 當建立之後 我相信這個已經到了數位極權主義 那個如火純青的肆虐的地方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講到疫情的問題 剛剛主持人也談到 一下子開放怎麼辦 現在北京市面的情況非常的冷清 醫院跟藥房大排長龍 而且電話打爆那些殯儀館跟牧原 去那個看怎麼去火化 那有一個命令是說 如果你要這個 有人因為那個武漢肺炎的疫情死掉 兩天內要通報 那之後就地火化 哇 就地火化這個字 就是把人的尊嚴貶損到最低 很多癌症的病人沒有辦法去就醫 那大規模的在延誤 那很多人都因為往生 是因為這個原因 醫生過半的也大規模的染疫 那加上冬季流感跟這個武漢肺炎 複合的結果 未來醫院還有春運的問題 所以加劇醫療系統的負擔 那看到那個一個估計 是廣西疾控中心主任醫師卓嘉童說的 這個並不是外媒的說法 卓嘉童在11月的上海預防醫學的雜誌說 參照香港的疫情 中國的現在的開放 面臨這個冬季200萬人死亡 2億3000萬人感染 所以這個數字是非常龐大的數字 那現在中國的那個老人家 疫苗接種率是非常低的 還有那個重症醫療資源負荷量也是爆量 然後那個國產疫苗 滅活疫苗的有效性受到挑戰 因為現在科興遠遠不如 MRNA或者ANC的疫苗更加有幫助 所以看得到這個地方 也會成為以後中共的軟肋 有人說會不會說 這個是新一波的病毒的產生 或者說自然形成 或者洩漏 或者故意放出來的 那我不知道 但是看到這一個龐大的 以十幾倍的增加的病患的速度 跟中共現在污住整個數字 就覺得說死亡數字沒有你那麼多 還有下降的趨勢 比方說禮拜六 北京新增只有1661個 比12月6號3974個還要減少42% 這個沒有人相信的 所以你要污住這個地方 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有詭異的地方在裡面 好 第三方面是經濟問題 因為經濟你看得到是餐廳市場冷清 開門沒有生意 戶外人非常少 那也看得到武漢病例激增 好 跟那個消費者支出那個不振 這兩個地方會出現 那這個中國也不像美國等國家 發放補貼金 補租金給家庭 所以錢都紮到那個公共工程 基礎建設裡面去 所以完全跟那個外國的那個體虛 民間集果的情況不一樣 然後很多外國的企業 比方說蘋果 都開始想說撤出中國 所以這個也是經濟雪上加霜的原因 之後囤積藥物 大家知道這個蓮花清溫 一盒再大售一個其他藥物 原先一盒180 一定要大售才能賣就800塊 所以民怨再到 所以這也是產生另外一個新產業點 最後回到主持人剛剛講的一個點 是中共這一波是不是先放後收 就讓你感覺到你白紙運動嘛 要那個我開發嘛 我就順著這個民意 平喜民憤 也是欺騙美國 給一個形象 一個白臉 給外界知道說 中國好像放棄戰狼外交 放棄這種所謂的強硬的態度 改採一個比較中道的一個做法 其實不然 它只是一個黑臉 白臉的一個變換術 換言之是一個育民術 就等於說先放後收 來騙取大家的忠誠 最後你對黨的忠誠就腦不可破 這個地方我們必須要很很 細心的注意 因為這個是很少人提出來的一個想法 但是我想說這個權聚中 還是有很長的距離 因為這個極權不改 疫情只是一個專政的藉口 絕對不是實際的禍換 是 這個剛剛提到的權聚中 不會是這樣子 大家以為說清零好像是中共 這個體系民意 或者他們十足有把握 醫療量的人都準備好了 可以來面對疫情 自然的這個所謂的擴散 顯然並不一定是如此 這個值得我們來關注 接著當然請教一下國城老師了 延續剛剛的一些話題 中國現在當然還是有維持 這些有關防疫的相關的政策 所以這些包含過去現在 這些相對的一些百業改變 跟剛剛的問題就是這個部分 清零之後 輕易的放棄之後 可能會延伸哪些的一些挑戰 是不是也請教一下老師 好的 我首先就是說這個防疫新十條 並不是清零政策的放棄 這個不是說你口頭上要怎麼說的問題 而是你現在突然之間的放寬 在這個流傳病學上面來講 傳染病學上來講的話 必然會造成一個 完全不可控的一個情況 那麼首先回答一下主持人的問題 就是說在這個從清零到後清零 這樣的一個過程之中 有發生一些什麼樣的改變 我認為可以說有很大的改變 但是也可以說是一點都沒有改變 我們先從這個兩個沒改變開始說起 過去三年中共可以說是舉國之力 那麼花費所有的精力在什麼樣 核酸檢測 那麼在這個方艙的這種集中隔離 還有城市的封控 或者是所謂流動的追蹤 等等這些事情上面 那麼甚至只要發現有一個陽力 甚至是沒有陽性的一個病例 就整個區域或者整個城市的封控起來 其實這是一種所謂很極端的 一刀切的一種防疫的一個作為 那麼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 它既拖垮了經濟 同時也耗盡了整個社會的元氣 那麼實際上這個防疫的工作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兩個關鍵 一個就是提高這個疫苗的接種的覆蓋率 另外一個就是提升這個醫療的 收治的能量 簡單的來講 防疫其實是這種疫苗的開發和接種 跟這個病毒的變體變異 之間的一種時間上的賽跑 可是我們看到過去三年 中共完全是做錯了一個方向 所以導致了今天 就是我們所謂講的辛辛苦苦封三年 一夕之間的回到清嶺前 又回到原點 像時光倒流一樣的回到原點 而且這樣的一個放鬆 基本上沒有任何預警 是突然之間的 像一個不打方向燈的 一種逆向的迴轉一樣 突然之間就放開了 所以我們可以預估得到就是說 既然是回到清嶺之前 而且病毒一支 最後一支也沒有殺光 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很可能會爆發第二次的武漢肺炎 為什麼呢 因為病毒不斷在變種 可是你的疫苗的接種的覆蓋率 和醫院本身的能量本身 沒有趕上去的時候 你就在這個賽跑當中 你就脫隊了 然後病毒的變種本身 會進行第二次的覆化 或者是第二次的一個感染 所以現在雖然說 他們不講動態清零 但是動態清零這件事情 很可能會捲土重來 只是第一個我們說沒變的一個部分 那麼第二個沒變的部分就是說 是它的這個整個那種防疫過程當中 裡面的那種政治的手段 和各種一種話術的政治的運用 也沒有任何的改變 你譬如說動態清零這個字 它以前是說的漫天尬想 現在呢 知之不提 而是說是什麼 優化啦 心失調等等 所以同樣還是用一種所謂的 話術政治來欺騙這個人民 以前說封城要休息嘛 靜態管理嘛 那麼你現在明明是已經 核酸也不檢測了 社區也不封了 然後這個說要提升 這個疫苗的接種等等的 然後你說這個東西又叫優化 那麼說法前後又不一樣 所以依然沒有變的就是說 還是用一種話術政治 來蒙蔽這個疫情的真相 同時也去欺騙這個中國的人民 這是兩個沒有變 另外還有一個兩個變很大 什麼叫兩個變很大呢 就是說我們看到了 就是說在這場清零大戰當中裡面 過去是把這個疫情 稱之為形勢嚴峻 現在突然之間又說 這個Omicron這個病毒本身 其實它的感染率是非常微弱的 所以就是說曾經是風聲鶴唳 轉眼之間雲淡鳳新 所以事實上在這個新十條 發布之前10天 實際上負責防疫工作的 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 他還鐵口的非常強硬的來講說 硬減進減 就是應該要核酸檢測的 要盡量的要核酸檢測 不弱一人 一個都不能夠漏掉 結果不到兩個禮拜他又說 這個其實奧米克隆的病毒 沒有想像那麼樣的嚴重 而且我們也累積了 三年的防疫的經驗 所以因此我們的防疫工作 進入了新的形式 然後要採取新的任務 所以說其實病毒並沒有改變 改變的是中共領導人本身的 大腦的變異 反正就是說嚴重也是你說的 不嚴重也是你說的 換句話說 一個病毒到底毒還是不毒呢 那麼你說很毒 你也可以說不毒 所以基本上這就反映一個問題 就是說整個三年來的這個防疫 是極度的這種不人道之外 荒謬 荒謬到這種無極限的一個地步 為什麼呢 就是像剛剛桑普律師所講的 整個一個防疫它是重視的是什麼 是控制 而不是真正為了人民的健康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地方就一定採取一刀切 長期以來中共的地方幹部 他的一個基本的思想的一個定勢 就是說您左勿右 就是說我寧可犧牲人民的權益 我也不能夠得罪領導人 所以他一定是層層加碼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人民當然會遭受到這個 無法忍受的一個地步 所以有所謂的一個白紙革命 這樣一個現象 當然也許觀眾朋友會問就是說 為什麼突然之間會放鬆呢 我認為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白紙革命 那麼白紙革命 其實我覺得習近平非常的擔心 他會演變成為第二次六四運動 天安門事件 為什麼 因為在當時的時候 在六四事件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我們從一個 所謂的決策參考系譜來看的話 就決策參考系統的角度來看的話 當一個領導人本身他傾向A 可是他認為這個A的這個政策 不太好的時候 這個時候剛好有反對意見 B的這樣的意見 所以他會假裝重視B的意見 說你看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就尊重他 你比如說當時的這個李鵬 我們是採取強硬鎮壓 那麼趙紫陽等等是用 溫和勸離的一個方式 可是那個時候的那個 鄧小平還是採取了 強力的一個鎮壓 現在到了習近平時代裡面 那個溫和的B派已經沒有了 所以他就只能夠去選擇A 就是所謂的強力鎮壓 所以你一旦對於白紙革命 強力鎮壓的話 一定就是第二次的優勢事件 而這個結果本身是習近平 無法承受的 這是第一個原因 那麼第二個原因就是說 地方財政已經崩潰了 現在保守的估計就是 地方財政的那個財政 收入和支出的缺口 10兆以上 你現在無論你發行什麼 公債等等的東西 這短期之內都沒有辦法去彌補 因為這個缺口太大了 所以基於這兩個因素 一個就是白紙革命本身 可能會演變成六四事件 還有就是整個包括中央也在內的 這個財政的崩潰 使得這個習近平本身 不得不立刻放鬆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變很大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所講的 中共的官方的媒體 我們知道過去這麼多年來 他不斷地是去誇大西方的這個 死亡的人數啊 說西方採取這個所謂 以病毒共存的政策 是與魔鬼共存 與死神共存 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氣去批方 批評西方的一個社會 可是你現在所有的智慧 不就是正好步上了西方的一個後塵嗎 所以現在媒體就是這個權力開動 做什麼事情呢 叫做記憶刪除工程 過去三年來的這個痛苦 要把它抹除掉 然後編造一些事實來欺騙人民 所以根本就是50步 效百步 就是中國的所謂的 最優秀的防疫的體制 和西方的體制 其實是50步以100步之距 所以接下來我們可以很明顯 而且我也可以很篤定地來說 在中國的疫苗本身 科學家估計打了3劑的國產的中國疫苗 才相當於西方的就是mRNA的2劑 有的甚至是1劑半的這樣一個效力 所以在整個中國這個疫苗接種率 很低落的情況之下 80歲以上的第三劑的加強針的 覆蓋率不到40% 而且疫苗的效率非常的低 然後現在這個所謂的醫療的量能 中國平均起來 每10萬個人只有3莊的床位 那麼ICU的床位 就是所謂緊急重症病人的床位 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不要講說是醫療能量不足 根本就是崩潰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非常的憂心就是說 隨著這個病毒不斷地變異 加上中國的防疫能力的一個低落 很可能會產生新的一個疫苗的變種 而這個時候如果說是擴大開來的話 其可能不僅是對中國大陸 對於海外 對於全世界 都有可能掀起另外一波的 所謂的新冠肺炎 或者是第二次新冠肺炎的一個擴展 這個國城老師所說的 也是我們所擔憂的 而且剛剛老師有提到了 這個所謂的花了大錢這件事情 還滿值得我們來關注 因為人民的一些抗議之後 大家就很好奇 中共當然有人就質疑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他們不要核酸檢測 而這些核酸檢測有許多 還是他們自己要自費的 有人就提到了 不管是中共花了大錢在做這些防疫 在做這些疫苗的開發 以至於到後來看起來防疫 或者這過程當中 也產生了一個非常巨大的 利益的一個結構 明明中國已經沒有錢了 但我們看起來方艙 或者是我們看到一些檢測的部分 不斷地都還是用盡各種方法 各種理由在做一些推行 這部分是不是請教一下商博老師 這個巨大的利益鏈 產業鏈 其實是存在的 大家看得到其實有三個方向 我今天主要講頭兩個 一個是核酸 一個是方艙 一個是竹竹商的藥物 疫苗 口罩 防護服 PPE等等事情 所以三個事情基本上 都是有龐大的利益鏈在裡面 風空月酒 對誰有利 大家用嘗試可以想得到 就是核酸產業 方艙產業 還有藥物 口罩 防護服跟疫苗 在這個動態清理裡面 習近平有政策下來 每個人都是想在這邊分一杯羹 核酸跟方艙尤其是靠在一起的 狂核酸 弄洋送方艙發大財 就是這個套路 就是這樣子來處理 在核酸檢測公司方面 有數百家偽造這個檢測報告 造假的爆雷很多 其實問題在檢測也在造假 檢測的這個命令 是中共的清零政策所推動的 造假是地方用這個方式 來製造新的例子 可以去進方艙的 因為大家看到 石家莊有個檢測機構 他講了一句話 千萬不要在小區裡面做核酸 因為都是造假的 一個學校可能有一個定量 可能你每一個班40個人 30個人要送方艙 那待會會談到 所以你們這些人都要 陰的都要變洋 就算不要豔陽了 陰的都要拉到方艙去 這個地方就產生了新的一個產業鏈 現在經過這一波的那個放鬆 很多造假的空核的核酸企業開始破產 那股主也是無處去求償的 因為都破產嘛 那比方說舉個例子 如果你在微博去熱搜兩個關鍵詞 一個是核子基因 一個是張珊珊 這兩個你都會爆出一大堆的文字 在後面去講的 我只講那個核子基因這個事情 核子基因是一個叫做核子的 就是核酸檢測的那個概念股 那核酸檢測概念股 在中國的股票市場有67家 總共營收是2516億 淨利潤是那個728億 那有證券公司估計 一二線的城市 那每個民眾如果48小時 做一次核酸的話 耗材成本就是你的成本而已 超過1兆 那是人民幣來計算 另外你在2020年就是兩年前三月 當時的核酸有檢測能力 有這個資質的 有這個許可的 2000多家 現在今年3月就是兩年之後 1萬2400多家 6倍以上的增幅 所以這個是非常可怕 講到這個核子基因這四個大字 就不得不提一個母公司叫核子基因 去年的IPO就上市 當時他造假只是罰款而已 因為打通關係了 罰些款就過去了 有一個叫張核子的人 一年內用他核子華系的名義 就是母公司的核子基因 子公司的核子華系 在太原北京青島大年註冊16家的 核酸檢測企業 那地方關係 沒有地方關係 怎麼可能給你成立這個企業呢 內蒙古另外的也有塞斯基恩 北京也有核核診斷 總共250家關聯股東 還要把一些上市上櫃的公司 扯到裡面來 大家一起分贓 另外有一個叫益聖生物 這個更有趣 他的創始人叫黃衛華 他是做什麼的 是核酸檢測的試機的原料 那這些供應商就要靠他了 他是去年盈利還只有181萬 今年的盈利1億 這個是從181萬到1億 你想想看增長了多少倍 接近100倍 他在A股去IPO 他怎麼去裝點門面 聘請一大堆的生物的 管理的醫學的高材生 專家 來到他們科學團隊裡面 三輪拿下5億的融資 16家的投資公司 在IPO之前 估值是非常72億 從一個181萬營收的人 到了一個市企72億 如果他變現他的股份就有40億 所以你看到空手套白狼 就這個方式來做 所以看到這個也是只是一個例子 好 再來就方艙 方艙 你看到那個有計畫重金新建 120家的就在山東 山東在濟南 在淋漪 在煙台15個地級市 興建119家永久性方艙 方艙應該是臨時性的設施嘛 如果你要永久 為什麼不蓋醫院 不蓋診所呢 為什麼要蓋方艙 而且方艙絕對是跟一般的 公共衛生標準完全脫節的 因為那個是群聚 所謂一個地方1000個床位 拼用10個醫師 200個顧理師 20個警衛警察 這些通通都是 共產主義那種高大權的那種風格 這種事情怎麼辦 沒有錢啊 那山東可以撥款投資的 231的人民幣 估計單格隔離房間 平均要花10萬的人民幣 那他現在這個狀況來講 是看到九成的那個 119家的永久性方艙 要在1年內完成主體建築 然後他發行151人民幣的鑽巷債 那這150億的人民幣的鑽巷債 大概誠如剛剛宋老師講到的 你去認哪有人給你錢 所以這個地方只是一個大的計畫 目的是要政府壓制民間的資本 還有那個黨國的企業來給他錢 還有黨國的金融機構來給他融資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大家知道隔離分兩種 一個是自主隔離 一個是永久 一個是叫集中隔離 就自主隔離就家居隔離嘛 集中隔離比較方艙 方艙很容易感染的 明知道這樣子的固犯 目的是什麼樣 後面是不是有那個 官商勾結的利益鏈 甘肅一個女學生 過去一班40個人 拉30個人去 那24個小時全都是陰性的 都被拉去填艙 另外湖北的移城一中 也是有同樣的狀況 四川的德陽在馬路上建方艙 你看得到那些貪婪的人 是這麼的腐敗 他們是貪婪的去拿這個國家的錢 黨國的錢 那之後來去做這個事情 最後是讓人承受到自由跟生命的威脅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 北京的南院機場不飛了 改建方艙 再建 衛建委其實要負很大責任 因為他要求各地大力推行方艙建設 所以這一系列的東西 還有發行剛剛說的債券的計畫 可以看到這個是一個產業鏈 當一個人弄羊了 你沒有弄羊 也說你是羊了 之後送到方艙去 你看看兩條產業鏈都雨露均沾 這個就是現在中國的一個 巨大產業鏈的情況 背後你看到山東是怎麼估算的 說本年度往後五年均為有疫情期 可見他的想法是疫情期是相當長 還有廣東省會來線 也說每個縣區必須建設一個方艙醫院 換言之 這個是使命令 每個縣有一個方艙 不管你有沒有感染 都要蓋一個方艙 有人統計過 基本上你那個縣的人 都要住進方艙一次 才能夠填好這個方艙的洞 這個等於一個集中營嘛 所以我說這個不僅是那個官商勾結 無效 防疫無效 更加是一個建設全國性集中營的一個計畫 所以除了這個理解 中央有集中營的計畫 地方就有掏錢的計畫 所以你看到是上下交相賊 結果是中國如此不堪就是這個原因 是 我剛剛聽起來當然滿驚悚的 這種中共極端的180度的大轉變 有人還是會擔憂啦 今天這樣聊完之後發現有幾個面向 我相信也勾起大家的一些關注 但他還是很擔心這一個大轉變之後 中國未來到底會怎麼走 到底有什麼事情是值得我們 應該要來關心跟關注 這個清零的看起來表象的一些改變 後續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效益 是不是繼續請教一下郭誠老師 好的 我想先補充一下 剛剛桑普律師所提到的 關於方艙和核酸的這個問題 其實中國的經濟有兩套經濟 一套叫做國民經濟 一套叫做幹部經濟 或叫共產黨的潛規則經濟 國民經濟是什麼呢 GDP或者是這個家庭的這個 所謂可支配所得等等 也就是說公開的那個數字 不管它是真實的還是造假的 另外一個叫做幹部經濟 什麼叫幹部經濟呢 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了要維持它的統治 為了要去驅動它的專政工具 為了要去驅使它的一個幹部的幕僚 它必須要允許幹部 在某種程度之內的一種尋租政治 就是收回扣啦 又叫做油水經濟 那麼這種所謂的油水經濟 就是剛剛桑普律師所提到的 你說像這個核酸經濟學 明明犯了那麼多錯誤 明明也被罰了款 可是它還是在全國各地可以設置 那麼多的一個所謂核酸檢測的 一個機制等等的 這個如果沒有所謂的油水經濟 在裡面做支撐 那是不可能去實現的 所以我們瞭解到就是說 中國的經濟其實有兩套 一個是公開的 面對老百姓的國民經濟 另外一套是藏在桌子底下 一般人看不到了所謂的油水經濟 這個是我剛剛對桑普律師所做的一個補充 另外所謂就是所謂的後清零時代 中國會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我估計至少有四大挑戰 第一大挑戰 現在就是說其實中共現在已經把這個 所謂的防疫全部都堵在一個叫做 集體免疫的這樣一個最後的籌碼 什麼叫集體免疫呢 就是大家都去感染 所有人感染了 所以所有人就免疫了 這叫集體免疫 我剛剛強調在它的疫苗效率那麼低下 然後它的接種的覆蓋率 這麼樣的不足 再加上它的醫療能量 是那麼樣的缺乏的情況之下 未來很快的在這個冬天 在中國大陸會產生一種噴發式的 或是海嘯式的 所謂的第二波的感染的高潮 有些估計 這個還是原來的 中國疾控中心的副主任 叫馮子健 他就估計 他一旦突然間升榜以後 那麼以中國百姓過去的這個感染率 不到1% 好像是0.0%而已 所以因此有80%到90%的中國人 都會遭受到至少第一次的病毒感染 那麼保守的估計 就是說從14億人口 如果以感染率60%來算的話 那麼中國的感染數字 可能遠比剛剛桑普老師所講的 那個2點多億 它是8.4億的人口 那麼現在全世界到目前為止 感染的次數也不過6.48億而已 而且全世界有很多的公衛專家 已經估計 就是在我剛剛所講的 那個疫苗不足等等 然後醫療能源也不夠的情況之下 那麼中國很有可能 從至少60萬的死亡人數 到200萬左右的死亡的人數 所以這種大規模的一個染疫 和死亡的現象 會是在後清零時代裡面的第一個危機 第二個危機是經濟面 有很多的這個經濟的這種創傷 或者是這個傷金 這個害股的這種經濟的創傷 很難在短時間就可以恢復的 我們舉例來講好了 比如說像產業鏈的外移 光是鄭州的一個富士康的廠 有這個過去曾經有30萬的就業人口 發生了這個逃離這個工廠的一個事件 光是這樣的一個廠 它就會造成怎麼樣 現在iPhone就已經把大部分的一個 生產線移到歸外去 因為你完全不確定 而且誰是會發生這個招工不足 或者是開工困難的一個現象 這些移出系的產業鏈 不可能再回到中國 這是第一點 那麼還有失業的問題 失業的問題 像今年的大學生的失業的人口 或者是青年的一個失業人口 已經接近20%了 而今年有1100萬的大學畢業生 要投入就業市場 都還沒有消化完畢 明年再過半年 就再有1100萬的大學畢業生 要投入就業市場 你想想看 這樣的一個失業的一個大軍 是何等的龐大 這個非常嚴重 都是會引起社會革命的 這是第二個挑戰 第三個挑戰 什麼叫共產黨 現在大家都看清楚了 所以你說什麼偉大的領袖 或者是這個習近平這個什麼 社會主義的什麼優秀的體制等等的 現在沒有人相信 這就是我們在政治學上所講的 就是中共政權現在陷入一種 所謂的塔西陀效應 就是國家公權力完全喪失 不管你再怎麼講 我都已經不再相信你 所以我說現在的中國社會 進入了一個叫做三部社會 什麼三部社會呢 不服從了 你講什麼 我不服從你 你叫我封 我自己拆掉 你說要我檢測核酸 現在當然不檢測了 就算你現在叫我再檢測 我也不檢測核酸 叫做不服從 另外不相信 你說什麼我都不相信 你說清零 人民至上 健康至上等等 我看你應該是你黨的利益至上 而不是人民的健康 所以我不相信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不期待 就是說我也不期待 你這樣的一個政權本身 會給未來帶來什麼樣的希望 能夠把防疫真正做得好 這個叫做三部的一種社會 那麼這是第三個 就是共產黨會徹底的失去民心 第三大的一個挑戰 第四個挑戰我認為 會提早所謂終結習近平時代 進入到一個跛腳的後習近平時代 這話怎麼講呢 大家其實都看得很清楚 當全世界都已經與病毒共存的時候 那你卻說西方是與魔鬼共存 當你明明就應該要去進口 比較高效率mRNA的病病 你偏偏為了中國人的面子本身 你一定不肯去進口 這些高效率的一個疫苗 你這個不就是草包政治嗎 所以你說你這滿腦子裡面 沒有科學的素養 沒有經濟學的細胞 只有一些毛澤東的教條 所以大家都已經看透了 這個被剝出新一的一個裸體的國王 所以後習近平時代的來臨 就是意思就是說 雖然習近平依然是高高在上 依然這個獲得第三任的任期 可是我看到可能連第三任任期還沒救人 就已經提早跛腳 提早進入所謂的後習近平時代 所以習近平看起來 好像還是一人獨攬大權 可是他在人民的心目中 其實他早已經被免之 甚至是被怎麼樣 被拔除掉了 這個大概也是我想普遍 至少從台灣的朋友來講 所看到的目前中國的一些亂象的部分 一定導致於對於政府的一些抱怨 其實台灣朋友有時候常會喜歡說 台灣什麼 甚至有人說 這個中共都還比台灣好 我覺得不可思議 其實台灣在防疫的過程當中 當然有許多可以來檢討 也有一些缺失 但比較對比中共 他們現在這樣的一些做法的部分 你不覺得台灣還是在一個 民主規範體制底下的 可受監督跟批判的過程當中的一些改變 我們當然還是不捨得 是這些無辜的民眾 因為政府錯誤的一些施政 而導致的傷亡 這當然不會是我們節目所樂於看到 我一直談到 雖然我們是談中國的議題 但我們也從來沒希望 希望中國人民受到一些苦難 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當然才希望透過節目當中 我們許多的來賓 希望能不能能推動中國 走向一個更好的制度 至少是可以人民自我選擇的一個制度 今天就是再次感謝兩位來賓 當然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同樣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您可以留言 也歡迎轉傳 按讚 分享給更多的一些朋友 讓大家理解這些所關注的一些內容 真的我再次提醒 這一次如果這一波中共放任 讓疫情不斷地擴散 不要以為它只是中國內部的民眾受害 我覺得有可能回到3年前 重新開始的病毒海嘯 這個全世界的人都不可不慎 再次感謝老師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個小時 我們下一次的iamo 南京 絡意不得到